2004年,一名叫做阮玉芳的越战女兵在胡志明市离世 离世之前,阮玉芳曾将自己当年参与越南战争时的经历 以日记的形式书写了出来 在日记中,阮玉芳详细地描述自己被美军俘虏后 所遭受的拷问和刑罚 据他所说,即便是过去几十年 但回想起那段经历,身体依旧会不由自主地发抖 那么,美军当初到底动用了怎样的手段 那些令越南女兵闻风丧胆 以至于留下心理阴影的刑罚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越南战争共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南北内战 美苏中相继介入 美国直接参战 三个阶段共耗时二十载 比一战二战加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这其中在越南吃亏最大的当属美军士兵 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吃的亏 大到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 几乎所有参战并存活下来的美军士兵 都患有或轻或重的丛林恐惧症 和亚裔女性恐惧症 尤其是后者 据不完全统计 平均十名越战老兵中就有五名会抽箭 遇到亚裔女人就害怕 心慌躲避等应激反应 这在以往战争中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 这也能从侧面证明越南女兵的恐怖之处 那么这些看起来柔弱弱的女兵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 首先就是毫无征兆的偷袭 要知道 越南不同于其他地方 这里遍地都是热带丛林 高大的数目会遮挡住飞行员 炮兵的事件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爆发冲突 美军惯用的炮火洗地战术 就将失去效果 否则的话 轻则伤到友军 重则一些炮弹 甚至会被植被反弹 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 于是近身战 白人战就成了唯一可靠的作战方式 而这也就给了越南女兵发挥作用的机会 众所周知 女性的身高体态远远弱于男性 黄主任更是如此 因此为了避免暴露在美军强大的火力之下 北越方面便采取一种新的战术 那就是由女兵上阵 做好伪装 伏击 或是偷袭美军士兵 最毒不过富人心 这话虽说有识偏颇 但也不无道理 毕竟女人的心思就是要比男人细腻 遭遇深仇大恨时 反击起来 也比男人要狠辣许多 所以不用多说 相当一部分战士家属主动请英 加入到了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之中 他们的手段也确实显著 一群瘦瘦小小的女兵 就躲在草丛 树顶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除此之外 长期的战争紧张状态下 使得美军士兵的精神压力极大 女兵们正是利用了美军的这一心理 在一场战争结束 美军打扫战场之际 他们就会故意衣着暴露 用楚楚可怜的模样 吸引对方 在异性身体的诱惑下 这些士兵大多都会瞬间失去理智 成群结队地跟随女兵 去到事先设好的埋伏地点 等到美军全部宽衣解带 卸下武装和防备后 这群女兵就会露出自己的獠牙 如此一来 美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杀 却无能为力 所以 也就难怪他们对越南女兵如此仇视了 在这种极度仇视的状态下 美国大兵采取的报复行径 着实令人汗毛倒数 接下来 读者就给大家介绍几种 最慎人的刑法 首先就是笑醒 这种刑法表面上看十分仁慈 不失体面 实则折磨万分 整个行刑过程中 犯人的手脚会被牢牢捆住 刽子手在犯人的脚底上 涂抹白糖 食盐 蜂蜜 或其他混合物 再牵连一只山羊 任由山羊去舔食犯人的脚筋 此时 犯人就会忍不住痒 而发出狂笑 脚掌被舔干净后 站在一旁的刽子手会立即补充 再把蜂蜜涂满犯人脚掌上 此刑法极其耗时 少则几小时 长则数十天 被捆绑住的犯人无时无刻 不被抓心的搔痒折磨 其残忍程度 丝毫不亚于严刑拷打 笑醒最残忍的地方 并不是瞬间的极度痛苦 而是在细水长流中 摧毁犯人的意志力 直到精神崩溃 自始至终 山羊是唯一的行刑者 犯人不会躺一滴血 不会断一根肋骨 最终却在无尽的欢笑声中 痛苦离去 也许有人忍不住问 这也太夸张了吧 人还真的能被自己笑死不成 实际上 大笑确实能致人死亡 持续几个小时的狂笑 会使人的血压会陡然升高 心脏持续高速跳动 呼吸急促的同时 肺底的空气越发稀少 逐渐喘不上气 胸闷乏力 整个人如跑了十个马拉松一样虚脱 如果继续狂笑不止 犯人的肌肉组织就会失控精卵 大脑陷入极度缺氧的状态中 同时 下丘脑产生不可逆的局部病变 在这种状况下 犯人会昏厥过去 渐渐失去呼吸能力 当然 在美军的营地里 审讯被俘越南女兵的画面 肯定并非总是那么充满欢声笑语的 毕竟血腥才是战争的常态 而这 就是越南女兵的第二个噩梦 水智 应该有不少人和读者一样 单单看到水智这两个字 就能血液倒流 汗毛树立 水智这种生物最早 在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被记载 虽然这是一种吸血的寄生虫 但中医也能用它治疗高血压 清除瘀血 跌打损伤等疾病 然而被中国人用来治病救人的水智 到了越南战场上 秉承施行美军的抑制 就会化身成一种特殊的酷刑 水智和蚊子一样 吸血时会释放一种麻醉人体的物质 所以被咬的人不会有太大的痛感 但大多数女性都是害怕虫类的 尤其是这种浑身肉嘟嘟的蠕虫 试想一下 自己的皮肤上有几十条虫子如动爬行 那滋润 光是想想就会让人崩溃 除了水智之外 蚂蚁也被美军当成了行刑的工具 这就是蚂蚁型 越南的热带丛林中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各种各样的蚂蚁 而这些蚂蚁 自然也被美军派上用场 了解蚂蚁习性的他们 会将蜂蜜涂抹在俘虏的全身 然后将俘虏丢在蚂蚁窝附近 这种又痒又痛的感觉 会令对方痛不欲生 而等到对方抓心挠肝 即将崩溃的时候 美军就会请俘虏洗澡 上一秒地狱 下一秒天堂 两相对比之下 叛变投敌者不计其数 除了这几种生物刑罚之外 美军在越南战争中 还使用了一种化学药剂 专门针对越南女兵 那就是空运剂 主要成分是溶醋性素 和垂体后叶素 这两种化学物质 会刺激脑垂体 从而欺骗大脑 误以为身体已经怀孕 中招的女兵 在几个小时后 身体就会变得更加丰满 当然 这种丰满对她们来说 是有百害无一利的 会让中招的女兵 时刻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中 在这种药剂的刺激下 越南女兵的大脑会出现 严重短路 思维能力下滑 情绪亢奋失控 理智混乱 在越南女兵精神抑制 分崩离析之际 美军往往能够从她们的嘴里 套出自己想要的机密情报 空运剂的出现 其实要归咎于 美国畜牧业的发展 为了提高畜牧业的产量 有些投机取巧的农场主们 便想办法 弄出了这么一种药剂 这种药的药效 自然也是十分显著的 用完之后 养殖场动物的繁殖率 大大增加 产奶量也显著提升 但最开始发明 这种药物的人 可能不会想到 自己用来提高 人类生活质量的激素 显然摇神一变 成为了令无数人 胆战心惊的酷刑 在长达20年的越南战争中 被注射过 该药剂的妇女 不计其数 由于空运剂 对乳腺的不良刺激 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 会大大增加 除此之外 不孕不育 也是十分常见的 一个后遗症 许多被迫使用 空运剂的越南女兵 在退下战场之后 都无法生育 以至于婚姻困难 甚至孤独终老 有的越南女兵 还会被空运剂 彻底摧毁大脑正常功能 变得痴呆 或者疯疯癫癫 生活都难以自理 沦为被社会 抛弃的边缘人群 显然 空运剂对越南女性的伤害 远远不止生理上的 还有心理上的 许多从战场上 退下来的越南女兵 都或多或少 有些心理创伤和阴影 让她们终生 都难以释怀 而在战后 这种药剂 还被广泛运用到了 东南亚的风俗产业上 可谓是一害无穷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